陈东创作的遮天 后期制作小白菜 第六百四十二集 哗啦啦的绿叶摇动 一株骨藤浮现 粗如山林榨根虚空中 将李若鱼与叶帆环绕中心 阻挡绝石杀剑 没用的 人之剑给我破 枯瘦的老人大吼 恐怖的大剑压落下来 虚空被抛开 被熔裂 根本挡不住 叶帆心中悚然 怪不得这个老人不久前被困石 都不回应李若鱼的话 而只是盯着他要杀 很明显 这个老人有强大的后手 有恃无恐 半步大能果然可不 嗡的一声天地抖动 古藤粗如山岭 像是一条蛰伏的囚龙摇动起来 巨大的一片绿光闪烁 清新自然的气息弥满 咳嗒一声 古藤苍尽无比 老皮粗草 如龙林一样 他的根睛 扎入虚空中 与天地凝结为一体 他在勾动 大道之力 给我斩 枯瘦的老人大吼 绝世剑芒劈落下来 虚空虽然在崩塌 但是古藤没有断裂 他如一条囚龙 藏进磅礴 绽放出一朵朵藤花 生机无几 一朵花都是一幅道徒 凝炼虚空中 这片天地 一下子稳固了下来 被彻底的定住了 劳不可撼动 大道气息弥满 扎根在虚空中的根睛 远远不绝地将虚空之力凝炼 与大道相连 化为了一个整体 这就是自然大道的力量 这是一幅壮阔的道徒 覆盖了这片小世界 一切都如此的和谐 自然 人之剑斩不进来 且骨藤如真龙 向他蔓延而去 要将他束缚 永封在这片领域中 天高不可测 地缘不可探 在这自然大道的小世界中 李若鱼成为了神明 拥有不可抵御的道理 他以挥手 骨藤延展 洞传虚空 将人之剑磨灭 将枯术的老人环绕在中央 一朵朵藤花闪烁 道徒如冤 深不可测 向前镇压 李若鱼 你倒是了得 枯术老人变色而后 竭尽所能冲击 但是却徒劳无功 忽然他不动了 身体流动 恐怖契机 森寒道 我不信 你真的可以镇压我 巨大的波动 如山红摧毁平原 浪涛打上高天 神秘老人 一下子暗淡了下去 那里越来越黑暗 嘴中竟化成了一口黑洞 恐怖波动 源自漆黑的中心 他开始吞噬一切 无比的疯狂 哄的一声 骨疼崩断 枯枝凌乱 一起向前冲去 被黑洞吞没 自然的大道力量 如绝地的海啸 枯瘦的老人 虽然冷笑 嘿嘿嘿 拿你的力量为我用 看你如何抗衡 此时 他成为了吞噬一切的黑色深渊 再也难以见到踪影 将虚空中的自然力量 抽取了个干干净净 极度恐怖的波动 摧毁一切 李若瑜与叶凡都站不住了 他们身判的空间崩塌 大地更是粉碎 轰的一声 远处一座山峰四分五裂 如世界末日来临一样 被疯狂地吞噬过来 为黑洞所吸收 李若瑜叶凡 也被黑洞笼罩 将要卷进去了 巨大的危机降临 叶凡心头支跳 奇异的魔攻果然可怕 轰的一声 往生的生命气急爆发 一株参天古墓浮现 枝叶繁茂 它烙印在虚空中 叶片哗啦啦作响 竟有九幅道徒垂落下来 似是这株古树生长出的 从树冠一直垂落到根莖处 与虚空熔炼在一起 与大道勾动为一体 自然的契机鼎盛到极致 天地大道为窝所用 是此时真实的体现 李若瑜盘坐树冠 晚上一动不动 这样也无用 枯树的老人在黑洞中大叫着 我知悬法天下无敌 足以力压你的道远 悬法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人 李若瑜回应道 古墓窑洞与大道相通 九幅土卷铺展开来 划成九个小天地之门 悬而又悬 流转出神秘的契机 哄的一声 远处 有一座山峰崩塌了 被神秘老人划成的黑洞吞了进来 大地都在颤抖 天穷似都要坠落了下来 古墓扎根虚空 生机越发旺盛 九种道徒转斗 与李若瑜合一 与大世界融为一体 竟然发出了诵经的声音 分不清是古术发出的 还是九幅道徒化成的 小世界之门内传出的 像是从远古传来 悬傲莫测 像是上古的英灵 在与道共鸣 又像是远古的神明 在感悟天地自然 送出古老的经文 在九幅道徒中 竟各自浮现出一个李若瑜 他成为了这片自然世界中的 绝对神奇 到处都是他的契机 苦手老人惊喊 你 努力抗衡 但是黑洞却在裂开 在慢慢的瓦解 嘴中轰的一声大响后 巨大的黑洞消失 天地间一片轻盈 充满了勃勃生机 被毁灭的山地上 一根根的绿芽抽搐 你 着风的传承这么不简单 你这个资质奇差的老东西 竟走到了这一步 苦手老人深深震惊 宣法传承并不重要 李若瑜依然是这句话 他翻手向下压去 苦手的老人 毛子射出协议光芒 吃生无比 而后 突然冲出两道光束 打穿了虚空 想要顿走 可是 在李若瑜的大手覆盖下 他逃无可逃 两道神光都被拘禁在了掌心中 轰的一声 忽然 他自焚了起来 瞬间成为赤裂的光芒 刺的人睁不开眼睛 而后 鱼一刹那间暗淡了下去 成为灰烬 什么也没有剩下 他毁灭了神念 叶凡心头一跳 修到了这等境界 却如此干净利落的自我毁灭了 对自己都如此恨 地上的躯体生机俱灭 似是早已死去数十年了 有一种陈酒与古老的感觉 更充满了要挟 叶凡与李若瑜降落下来 仔细观察 这个尸体强度惊人 几乎等于神兵宝刃 打在上面强强作响 修为到了这等境界 不容易啊 李若瑜一声轻叹 轻轻一挥手 一团火焰跳出 清醒而自然 尸体被淹没 于一息间化成了飞灰 什么都没有剩下 叶凡很吃惊 老人的修为超出了他的预料 堪与圣主比肩了 果然大气晚成 李若瑜沉寂数百年 而后悟到 修为一日千里 惊动了太玄一百零八峰 被认为将来可比前贤 叶凡见到如此不可测 对张文昌彻底放心了 他们是同一类人 是天生的师徒 以后的成就 无需担忧 你自己小心 若是不行 就随我回捉风 叶凡败谢 对于老人 他充满了敬意 而后就此告别